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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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爛年財富free free free WOW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主持人姐姐郭忠 嘿來看一下投資必修課 欸?什麼? 年後軋空行情將啟動 再說一次 年後軋空行情將啟動 因為剛才Luna 不行不行講 他有形象 所以不能講你剛才有台灣國語的是不是 不能講的 好啦 股東會錢這樣買一定賺 劉嫂我告訴你 有時候最美的時候就是NG那個時候 很可惜剛才那段的路牌 那下次走走的都不能剪掉 都不能剪掉台灣國語 他們有剪掉嗎 沒有啊 對啊 來來來 請叫三位分析師 誒 軋空行情將啟動股東會錢 這樣買一定賺嗎 我們叫三位帥哥 好 第一位 對 鍾昆貞分析師 聖誕老公公的那個敵傳地址 都穿著紅襪子的 來 鍾昆貞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那我覺得說農曆年後 行情會非常不錯 那如果又加上說軋空的行情 其實整體來講 今年絕對會比去年還要來得更好 希望如此囉 好不好 這是鍾老師的Line喔 對 這邊 這邊要掃QR Code 你可以看一下喔 好不好 第二位 來 醫生分析師 張藝成分析師 張藝成分析師 來來來 醫生長你好 張藝成 祝大家紅兔大展 那我覺得今年是真的有機會軋空 因為很多人在年前 這個如果賣股票 在年後要買回來的話 那你有機會就往上軋空啊 GaGaGaUraGa LadyGaGaGa不是有這首歌 希望今年這首歌 我在車上就聽這首歌 快慶祝一下好不好 第三位 陳維泰分析師 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今年的確很有機會出現這個 GaGa空行情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認為今年的經濟景氣不好 所以就會很多人去做放空 可是呢如果一放再放股價都沒有跌 一直往上漲 那就變成GaGa空啦 好 謝謝老師 今天老師要幫我們教學一下 對 那我們請維泰老師 利用股東會來做一個GaGa空行情來賺錢 老師來教教我好不好 救救我 老師救救我 Uncle Uncle 救救我 來來來 老師來 怎麼看 GaGa空 我去台灣其實 散戶做空 這環境很不友善 對 一年被GaGa空四次 台灣的股票市場 其實是很不鼓勵人家去做放空的 也很難 對 在最早期呢 怎麼平盤下不可以放空 對不對 然後後來呢 就像去年 那個限空令 是 然後 還有那個榮券的乘數 榮券的乘數 乘數 越來越高 對 這其實在這個 我們台灣的一個資本市場上面 其實是 對於做空這件事情是比較不苦力的 好像做壞事一樣 偷偷摸摸的 OK好 那講這個剛剛空行情 我們還是要先從元月行情開始講起 好 OK好 那麼在台北股市歷年來 上半年個月份的行情統計 我們來看一下 元月份 它平均漲幅 這是3% 2月份 3.9% 稍微高一點點 然後3月份是1.4% 那4月份呢 是2.3% 然後在5、6月份呢 分霉都是小跌0.2%跟小跌1.2% 有點像是我們所謂的五窮六絕 五窮六絕 七上調 對 可是呢我們可以發現到 在剛剛的上半年六個月份 八呢 八月份呢 就發發發啊 八月份脫掉 我說脫掉過去不好的事情 脫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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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上 我Music要來了 準備我準備這要脫了 沒有啦 那你們看看什麼叫六塊肥肉 東坡龍 好不好 那剛剛看完這上半年的 各月份的行情統計 就可以得到一個很明確的一個結果 就是 1月份跟2月份都是比較容易漲的啦 是 那麼雖然說今年1月份是這個農曆新年 可是過去幾次 基本上都是在2月份 今年是比較特別 比較特殊比較早 所以如果說你把這個農曆春節的一個 這個因素放進去的話 發現好像 好像只要是農曆春節 在的那一個月份 基本上都是比較會漲的 嗯 那我們來看一下右邊的統計數字 好 根據統計呢 台北股市1月份 平均的漲幅為全年的第2多 僅次於2月份 簡單來講就是1月份2月份都會漲 嗯OK好再來 春節效應 也是大家所謂的開紅盤的部分 根據過去15年 平均的春節後20個交易日 它的漲幅是3.2% 我覺得這很道理 你知道很道理嗎 因為過年年前有一批賞戶喔 還有大戶喔 怎麼講他都不會贏你 欸拜託報告過年他不能贏 他就是一定要鐵了心 一定要賣股票 對 賣完股票以後過年後手又仰了 是 開工了嘛 比如說過年期間賭博賢了嘛 有閒錢 買股票嘛 他如果過年期間賭博賭輸了嘛 還是想來股票市場 贏股票嘛 反正怎麼樣知道買股票啦 對啦 不然他手會癢 你去人就手會癢 對 這很像是我們這個 他回來買就會漲啦 對這就是我們這種所謂習俗 就是要春節過後就是 或者是領到開工紅包也會去買股票 多少買一下嘛 而且今年還有6000塊喔 欸對啊 是不是 好再來第三個就是今天我們節目的 一個主題就是 股東會之前融券回補的旺季 就是股東會前兩個月 那個空單融券又被強制的一個回補 那這時候呢 會推升台北股市往上漲的一個力道 每年4到6月股東會就開始密行啦 開始密行啦 然後開始股東 每年4到6月開始就有大股東說 哎呀 你強行吞併我們公司啦 泰山啊 誰啊 之前有沒有 連細品啊 誰都是有 都這樣子 所以這個到底 這個大同也是一樣 4到6月份開始啊 那個豪門恩怨啦 好不好 豪門恩怨季就善嚴 所以 4到6月那個前兩個月開始要軋空 那4到6月是股東會 所以融券要回補萬季 那有什麼融券要回補呢 股東會什麼關係呢 我們再慢慢看下去 來 為什麼這個 要在這個融券強制回補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那個公司要去製作股東名測 股東名測要做出來 所以這時候他就會希望這個手中有融券的人要趕快還券 把這個股票還給這個真正持有股票的人 好 那這邊提到 空軍最怕的三個季節 就是第一個就是股東會的軋空行情 那麼通常都是在每年的3月份跟4月份 那有些個股 因為他的這個 股東會召開的時間比較早 可能在5月份之前就召開股東會 所以你往前推兩個月 有些個股大概3月份 甚至有些2月份 就會出現這個股價的一個發動 所以這時候股價什麼時候會發動呢 就是通常在融券最後回補日的前一兩個月 那麼就會有這個回補的一個 就是回補然後造成股價拉高的一個機會 好 造股價拉高的一個機會好不好 前兩個月嘛好不好 一到兩個月 好不好一到兩個月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嘎空行情呢 第二個是除全息的嘎空行情 記起來喔 就是每年的7月份跟8月份 因為股東會開完以後要告訴你 誒要發放股力的喔 分配股力的喔 對 然後咧 但是現在有很多的一個 有些個股它是激發 對 台積電 對 甚至像是 叫台積電 像那個金華 金華好像也是就是 它也是屬於半年配一次的那種 那這時候其實基本上它在 這個融券回補的一個這個機會 就特別的多 所以我說其實台北股 是做放股有點辛苦 有點辛苦 三四月被嘎一次 七八月被嘎一次 還有聚集配啊 聚集被嘎 所以融券最後回補呢 這個前兩到四周 基本上都是這個時候出全息這個 這個嘎空行情啊 股價比較容易發動的時間點 還有你看到增資減資啦 對增資啊減資 這個只要動到 跟股東名測有相關的 基本上融券它就是會被要求 強制回補 那通常融券強制回補 就是融券最回補日的前一兩兩周 這個時候的股價比較容易發動 好 這是注意喔 所以這些有股東會的嘎空行情 有除全息的嘎空行情 是的 還有你看公司要決定 增資減資 是 增減資好像是算董事會的決定吧 對不對 我記得也是董事會的決定 董事會要通過 然後股東會要決議 可是基本上董事會通過就沒問題了啦 你看之前殘龍 哇 減資 也是一堆爭議啊 因為大股東他們吃股就夠了 所以他就可以主導整個議案通過 有差齁 或者是有些小股東想說 也沒什麼好反對的 沒有什麼為反對的反對 所以其實台灣的股東啊 對這些董事會都很好 不像美國一樣還在串聯 是跟大家講 是 這個我覺得台灣的那個 整個股東的民主意識 我覺得再提升啦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 股東會融券 股東常會 這融券最回不是怎麼看 這個先從這個 股東會這邊開始講 來來 通常我們這個股東會 假設會定在小 這是4月10號的話 那通常股東會前的兩個月 會是股票的最後的停止過戶日 2月10號 OK 那停止過戶日在之前 在往前推6個交易日 就是屬於融券的最後回補日 所以這都是 我們可以去很輕鬆的去算出來 就是說 這個到底我們融券 手上有放空的投資朋友 融券最晚最晚到什麼時間點 必須要去做這個回補 否則呢 叫做就會被強制做回補了 OK 那可能很多人還是不太知道說 那我的個股的一個融券 這個強制回補怎麼看 很簡單 Google大師告訴你 直接去從Google這邊去搜尋 什麼停止停券預告表 然後呢 通常就會找到就是 證券交易所的網站 它這邊就有停止停券預告表 那點進去之後呢 就會看到右邊 這樣子的一個表格 會告訴你說 它哪一檔公司的這個號碼啦 公司的名稱 然後日期 停券的日期 然後它是為什麼 原因要做停券 它會在這邊說得很清楚 好 會說得很清楚 好不好 這是最後的一個融券回補日啦 是 好不好 這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 來 我們來繼續看 來 那麼這個股東會的 剛剛空行情要怎麼樣去判斷呢 首先 有三大指標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 融券看到它大幅度的增加 這時候代表這個散戶 一般投資朋友進場去做放空 那麼空單越多 就代表未來潛在的回補買盤 就會越多 那回補買盤越多 那麼股價就越有機會 往上做推升 那到底怎麼樣算多 來看第二個嗎 來 卷資比 對 卷資比通常 大於30% 卷除以融資叫卷資比 對 融卷餘額除以融資餘額 如果能夠大於30% 基本上就代表說這個卷資比 相對比較偏高 因為不可能超過100% 因為有資才有卷 最高就是100%這樣子 所以30%算多了 老師對不對 沒有錯吧 我看過超過100%的 為什麼 這個說來話長 沒關係你剛剛說 老師你居然說了 趕快 就是本來它 作弊 機器壞掉 沒有 就是 就是它那個融卷 融卷到滿之後 融卷到滿之後 然後沒有回補 一直被嘎斬停 被嘎斬停 被嘎斬停以後 一直被嘎斬停 然後然後融資 融資就 融資 賺錢的融資就減少了 不是不是 我跟您報告一下 就是通常 多少融資多少融卷 假設都對等 就是100%對不對 對 可是這時候呢 去用融資超出的人 去申請全部都改為現股 這時候融資的余額就會怎樣 戶然減少 這時候融卷的卷資比 就超過100% 可是這個時候 它要馬上回補啊 補不出來啊 補不出來啊 補不到啊 那怎麼辦 就標借啊 就標借 這個算很少嘛對不對 很少 就史上大概只有 三四次吧 好好好 謝老師告訴我 在我的經驗 在我的經驗裡面 我想說奇怪我講錯了嗎 沒有不是啊 既然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特別經驗 你看我們 真實的情況 我們就是找那種薑是老的辣 那種股市中越老練 越老了 資深的分析師 越有經驗 你不要看他皮膚保養得很好 可是很資深的 畫妝師畫的 對啊 我從幼稚園看他節目看到現在 是 這純屬開玩笑 好不好 Nuna差不多啦 Nuna重新資源 可能喔 吃你豆腐啦 沒有啊 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幼稚園最好會看這個啦 這還重點 好不好 來來 好 然後再來 法輪或大戶 如果持續增加 警方資銷 那時候因為籌碼比較集中 那這時候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散戶的一個 這個籌碼比較散亂的話 這時候就很有可能 會出現嘎工行情 好 法輪或大戶持續增加 好不好 來看下一個 來 Nuna有問題要問你啊 對老師我想要問 問你幾歲啦 沒有我想問 過去有哪些族群 還是集團比較容易有 出現這個股東會的軋空行情了 嗯 嗯 我個人看法是 大災問 嗯 對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對可是很大 通常問題問得好的都很難回答 對 大災問 你說集團喔 有沒有集團是不是 對 有時候之前我們做過 我來幫老師我幫你回答好了 有時候12月份的時候 集團作戰股 威盛啦 阿姨我不想努力的 的確有時候 會噴出去啦 對 集團作戰股 還有有時候就是說 比如說一個概念族群 比如說有時候 你去年 就今年 今年台積電元月份還沒發威 還沒 還沒發威 說不定你這幾天剛好 法說會過後 欸 看有沒有機會發威嘛 好不好 所以這個跟大家說台積電 你之前有沒有 那個春槳傳染壓先知 設備股先噴出去 也有可能啦 好不好 那有些就是那個 EPS表現不好的 對 然後股價一直漲 那這會有人正義之勢 就會看他不順眼 就會去放空 可是如果說這場個股的 抽馬的一個集中度很高 那這時候他有可能 就會出現所謂的軋空行情 是 好不好 出現這軋空行情 好不好 法輪或大戶 轉買為賣 老師這個 這個要怎麼樣 兩個現象來看一下 如果出現這兩個現象的話 就要留意啊 這個所謂股東會的軋空行情 有可能會提早結束 是 第一個就是我們看到融卷雨 的大幅度減少 是 就代表那些這個放空的 這些投資朋友 他這邊認輸了 認輸了之後呢 他潛在買盤會減少之後 那麼他股價就很有可能 會從高檔 往下去做一個回檔 是 再來第二個就是 欸法輪或大戶啊 原本是站在買方的 突然轉買為賣 是 代表說這個籌碼呢 開始從集中 比較高的 變成凌亂的 那這時候股價 要再往上拉抬的話 也會比較不容易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這些股票 再看這些股票 是要問昆蓁老師 昆蓁老師請問一下 那股東會喔 你有沒有 我講這比較跳通 你遇到有沒有遇到 股東會紀念品 就比較特別的 拿過 看過的 股東會紀念品 因為我之前是在那個 我之前是在就是 凱基的自營部 是 那我們旁邊就剛好是 因為 發股 對發股東會贈品的 對 每一年沒有例外 最多人在排隊的 就是中鋼的 是 真的每一年都是這樣 然後他都是 一大早就可能說 因為股東人最多啊 對 那獎品其實也不錯啦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每年就會定期 就會買個一張中鋼放那邊 那中鋼是送什麼 去年我 我忘了 我印象比較深刻 是送一支綠色的雨傘 綠色的雨傘 很不激烈耶 我現在有兩支 是藍色的 是蠻好用的啦 藍色的 它蠻重的 對 如果下雨天可以拿來撐傘 沒下雨天可以拿來防身 這樣 防身喔 你又不如拿來防身 伊森老師 那你有拿過比較特別的 股東會紀念品嗎 還是你覺得對這些做空的 有什麼想法 做空標的 老師 對紀念品倒沒有 因為沒有到持有到這麼長的時間 對 之前的操作來講的話 比較屬於波段 所以老師還好是不是 你很突然 伊森老師你突然 你不會為了這個紀念品去拿對不對 也不會特別去拿是不是 不會啊 也不會做那麼長的事情 對啊 因為有時候為了拿這個 如果操作上面賠錢的話 其實得不償失 所以到底是哪個是最重要的 原因很重要好不好 謝謝老師 我們看下一個來 來 易清官來 關穴二鍋 關穴二鍋 我們抽一下剛剛那個回答 那個題目 那個 油年不是那個 那個衛生紙很缺嗎 那時候那個 榮豐魚 然後榮辰他們的紀念品 就是送 送一條那個衛生紙 然後呢 超多人去買他們的一個股票 因為就是為了那一條衛生紙 我印象 我印象股下拉起來了 對 那一次 我覺得你為了買這個東西 這個也要手續費啊 那個缺哪要多缺啊 對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玉金光 是 好 光學二哥 來我們看一下 當時這個股價 從這個低檔172塊 一路往上就走高 那當時那個 一開始融券 其實也就是蠻多的 可是從172塊一直漲漲漲 漲到300多塊的時候 這時候融券已經受不了了 融券魚兒開始做一個認賠 去做回補的動作 那回補完之後呢 股價還有再往上再做 最後一次這個拉抬 可是這最後一次拉抬了之後呢 可以觀察到 第二個信號出來 就是這個千張大戶的持股比 400張大戶持股比 開始出現了 從高開始往下 做一個下滑的動作 而這時候剛好對上去的股價 也差不多就是在 當時的一個高點附近 所以在一開始 看到融券 有在做一個增加 然後大戶持股 往上去做增加的時候 股價就很有可能會出現 這種所謂軋空 所以要看大戶指標 對就是這個大戶指標 那一旦這個所謂融券 這個開始出現回補 然後大戶也開始做一個撤退的時候 喔這邊就走掉 對股價就 嘎完空 然後大戶也退產的時候 這邊就趕快走了 所以你不知道看這邊高點 你是看這邊下去以後趕快走的 還可以出在相對高點有沒有 對過去 好謝謝老師來我們看下一個來 好第二個檔是6150的 漢訊 漢訊 當時呢股價也是從這個66塊 一直往上衝衝衝衝上去 是 甚至在這邊亞城也有出現過 連續往上去做噴出的一個表現 是 這噴出的這個過程當中 它的融券余額就一直往上衝 就是有人看它不順眼 是是 然後衝上去之後呢 這邊就開始橫盤 橫盤橫盤都不跌 這時候融券受不了了 是是 他就認賠做回補 那可能這時候呢 大戶的持股比例 還沒有出現下降喔 是 還在往上做增加 所以這時候呢股價就再往上去衝 最高衝到420塊錢 是是 可是後來呢在這個地方就是 應該就是融券被強勢嘎到爆了 嗯 就是4月份嘛 4月份融券強勢回補嘛 那時候融券余額是變成0 那這時候呢 這個 大戶呢也覺得這個任務達成了 然後就退場 所以一樣 當大戶持股減少的時候 對 然後卷制比趨進於0的時候 是 其實你就該走了 因為 那個取中人善了 好不好 over了好不好 已經海水退潮了 然後是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好 一樣的趨勢嗎 對 一樣的就是3630的一個新巨科 這個時候也是一樣 它在股價再往上就走高的時候 因為這個時候呢大家 在當時新巨科會漲 也就是說會好像 有接到什麼什麼 例如說蘋果相關的這個 傳染啊 傳染啊 每次都這樣只限少一波 對喔 然後但是EPS就沒起來了嘛 好那這時候就很多人 當時在就一 大概往上漲 我們放大一點喔 你看卷制比那時候就有 就有拉起來有沒有看到 卷制比在高檔有沒有看到 對 沒有到三成可惜啦 可是你看大戶一直在增加 如果把圖縮小的話 這邊是三成的 把圖縮小 它在這邊 這條線是30 30% 所以當時它是有超過30% 50%我誤會了 至少50%了 對 差過50% 放大放大 白色這條是30% 30 所以上面這個應該有40 50 我真的覺得可能50 好 難怪拉那麼多啦 對 好 然後大戶一直在持股 卷制比在50%以上的時候 其實大戶持股 還在持續往上做增加 還在往上做增加 那這時候就搭配它的股價 一直往上做一個走高 一直漲到什麼時候 漲到這個融券 開始做一個認賠回補 就認賠回補的時候 那股價開始出了一個高檔的拉回 那高檔拉回完是第一個現象嘛 那第二個現象就是什麼 大戶的一個持股比例 也開始去做一個退場的時候 這時候股價開始出現什麼 拉回的一個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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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這是殉技科的一個股價 一樣啊 趁著大戶拉高的時候 趁著卷支比提高的時候 趕快進行嘎空一起賺 那如果你這些股票 其實嘎空 股東會前就有機會 倒賺它一筆 因為強制回補嘛 好不好 我們往下看來 所以結論是什麼 來三大嘎空 第一個 在股東會的嘎空行情的部分 通常就是在每年3月份到4月份 那有些個股呢 從2月份就開始了 換句話說 我們農曆春節回來之後 可能就要針對這樣子的議題去做布局 是 好 那股價發動時期通常都是在停止購入的前一兩個月 這個是在股東會的打空 看結論講過嘛 3到4月 7到8月都有行情 一個是股東會的行情 一個是除錢息的行情 對 還有增資減資 哇 散戶真的很命苦喔 做空的散戶會比較辛苦 是 做空的散戶會比較辛苦 好不好 回補入在前六個交易日 好不好 大概是這個結論嘛 是的 對 所以最後我想問一下逸晨老師 你有沒有想要給散戶喔 一些想法 就是說是不是就不要做空了 還是做空 我們就用期貨 還是說用50反1 你覺得呢 還是都不要做空 我覺得說很好就是用期貨的部分 你用台子期貨或是說這個個股期貨 有這個標的的話 其實都可以去找期貨 會比較方便啦 那 軋空行情的話我覺得是有機會發生的 所以你要做軋空 你怕這些的話 你不如做個股期啦 可是 老師 可是問題是說 你覺得會不會 就問一下有個順便問老師 可是你覺得 就個股期這邊 你覺得長期而言散戶做空好嗎 你覺得長期 我是比較不鼓勵啦 不鼓勵喔 我是比較不鼓勵啦 因為 做空它 它有些就是需要考慮到這個機會成本 機會成本 還有那個所謂的一個 顏色性肌肉商品的時間價值流逝的一個問題 還有那個換的價差嘛 對 還有那個流動性問題嘛 所以 醫生老師剛才有講到 其實你說做期貨或大盤 大盤 你覺得大盤期貨做空呢 可以 其實大盤或者是選擇權 有些時候拿來做避險是可以 是可以的 可是長期不要就對了 好 謝謝醫生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這些東西 好不好 今天 今天 冰櫃神速老師很快速的 跟我們講這些 聯控加工行情要啟動的 股東會錢這樣買一定賺 好不好 Luna好不好 這個應該有機會好不好 大家趕快我們學賺錢的一個知識 好不好 那除了這以外 我們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還有按讚留言 按讚留言喔 好不好 其實我們從點閱率蠻準的 我告訴你我們最近閃會有回來了 前陣子我們怎麼樣 叫天天不靈 叫地地不靈 我們都準備 我都準備穿得很辣了 然後讓大家吸收我們點閱率 結果可能還是沒有人理我們 可能要先趕快穿一下 開玩笑的啦 好不好 就算是六塊肥肉 六塊東坡肉 好不好 瘋狂股市福利社 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八點斷線 一三五解盤 二四教學影片 最按照片 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廢廢廢物 嘖嘖 救救我 救救我 你這麼激動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舅舅你啊 激頂激頂 千斤 你幹什麼 因為排骨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來頂啊 所以我合計 你要千斤頂啊 千斤頂 我根本想要頂千斤 你這樣會 八一點好不好 怎麼都不會到了啊 怎麼辦 不是那個連財富 不是那個連財富 怎麼辦 啊 掉了 怎麼大部分 怎麼大部分 都不是欸 怎麼大部分 好大部分 好大 喔 吃點點從班 吃點點從班 吃點了 真的有 喔 牌子最早的 你穿這什麼褲子 完全暖和捷律 變成一個電器 我真的想告訴你 你最最高 殺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是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FreeFree 讓你的財富FreeFreeFree 最後還是不好 謝謝光臨 瘋狂股是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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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見不約 觸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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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器 我們很視乎的身體